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从更改名字之后 症状有所减轻 由于自幼就好学佛法及法术 所以在他九岁时 便在当地的明妙农涛佛寺出家当小沙迷 自他父亲去世之后 在25岁当年 佛利2481年 在农涛佛寺 有塔坛 县级僧长帕库纳彭传戒 帕马哈洪奴威作为导师 成为正式僧人 童年与居节教导龙婆毕娜休息不静观 为期二十天的休息 由于恐惧死亡 毕娜师父感到不适 这或许是一种感应 他母亲在不静观休息的第十一天去世 奔丧收敛毕娜母亲时 导师嘱咐切开王者腹部 观察一腐烂的尸体 毕娜师父为此无法服食 与安眠长达三到四天 并要求导师允许他更换修行地点五天 导师随后问龙婆毕娜与另一位僧侣 为何人们畏惧鬼 为什么你讨厌鬼 经过这一次开示 龙婆毕娜跟随龙婆刊在科蒂波寺休息一个月 为期一个月休息后 龙婆毕娜已不再畏惧鬼 导师并向龙婆毕娜祝福 告诉他 从此以后 他的生命将发出光彩 龙婆毕娜道别导师 准备休息 精神禅定 随后行脚至谭大寇寺 抵达谭大寇寺时 原认主持龙婆谈已经圆祭 因此四方续任主持建议龙婆毕娜留下 并做修行 龙婆毕娜在这座寺院 度过两个宇居节 休息两年后 龙婆毕娜参拜 禅修高僧尊者阿赞曼学习 禅定 阿赞曼尊者除了教导龙婆毕娜独处休息禅定外 并遵遵教会龙婆毕娜 龙婆毕娜跟随阿赞曼休息多年禅定 直到阿赞曼圆祭 随后行脚到沙拉无礼府 见到一座废弃寺院 询问后得知这一座旧庙 是古代阿于陀耶王国首都 寺院名为撒南落寺 龙婆毕娜驻西撒南落寺院 直到佛利2545年10月15日原计 原计前两周 龙婆毕娜写下一言 遗体禁止注射防腐剂 保持原计时盘腿滋事 遗体迁入塔内 保持盘腿 不举行葬礼 无需通知太多人 禁止火葬 我以撒南落寺主持 佛法传授理事会主席身份 则令佛利2545年10月4日 亲笔签署这封遗书 龙婆毕娜在佛利2545年10月15日 清晨5时十四分原计 享年89岁 原计时出现祥 瑞 原计后12小时的遗体载依然柔软散发香味 实属罕见